好,我们再录一个关于我们这个复习体系,也就是复习课程的一个宣传片,因为隔几天我就会更新一下,因为我们课程在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这个宣传视频也会持续的更新,是这样,因为目前我们只遭受一次过五科的学员,或者一次去报五科的学员,一次报一科两科的,我们目前是不遭受了。 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这个课程体系的一个特点吧,我们的课程体系,因为是学员都是一次过五科的,但现在还有一些单科或者两科的学员,但我们目前已经是只遭五科学员了,我们在整个的课程体系里,我更多的喜欢把它交成一种复习体系,我们把五科的界限,我们把它去 去把它拆掉,我们在整个的课程复习中,就把它用一体化的思维,这种一体化的思维有什么好处呢,还是咱们说的,因为咱们这个复习啊,或者去报名辅导课程,就是为了通过考试,并且 我一直强调什么,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通过考试,我们不要更应该是高校通过考试是吧,你一个考试就考个半年一年,考个这个两年三年,没什么意义 哪怕说现在这个协会的这个考试的次数增加了是吧,但是你,你要想到啊,就每一次的考试啊,其实就是每一次的竞争 每一次的竞争,你总比别人晚这么个两个月,三个月是吧,日积月,你比别人晚的可能就四年八年的时间 所以还是那句话,指针朝夕,我们既然做,我们就一次就把它做完,把它做好 在整个的,因为审核员的考试啊,审核员的这个考试啊,它只是审核员这个行业竞争的一部分啊,或者一个最最基础的一个门槛 如果说你在入这个门槛的时候,就已经比别人慢慢拍了是吧,那你之后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啊,就是道理啊 所以我们现在的课程啊,也就非常坚决啊,非常果断的啊,我们只招这个,一次过午课啊,一次想考午课这样的学员 所以还是那句话吧,我们努力啊,努力就把这个速度提起来,把效率让它更快 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去更好的适应这个快速发展时代啊 否则的话,被时代淘汰啊,或者被时代抛弃啊,指着时间的问题 我们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课程啊,或者对这个体系啊,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啊 这个微信是我自己的个人微信 你可以问一些,咨询一些这个课程相关的问题啊 但如果不是那个课程相关的问题啊,就是这样的啊,因为 有人加了我啊,他也不是为了报名啊 也不是为了参加课程啊,或者参加我们的复习背后体系啊 他更多的是为了问一些问题啊 你说问我问题啊,我又不能回答啊,甚至求是讲啊,我又不能说不答 是不是,不答的话,你肯定觉得,呃,这个李老师怎么这样这样呢 是吧,不好 呃,所以我们又建了一个公益讲座的QQ群啊 这个如果说你有什么关于注册省考试啊,或者相关的一些问题啊 你可以加到这个QQ群里啊,我每周 目前我的进度是每周都会有公益讲座啊,你在公益讲座上问啊 呃,你不要什么问题都来,呃,加我的微信啊,然后问来问去啊 说实话,我目前主要的精力是在这个课程的学员身上啊 我没有那个精力去,呃,回答你那么多的问题啊 你可以加个公益讲座的QQ群来问我 呃,报名就是我刚才那个,呃,哎,我能不能回去 啊,报名的话,你就加我这个个人的微信啊 如果说你就是,呃,问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啊 你可以问,没问题啊 但是仅限于你在这个公益讲座上问啊 大概就这个,这样一个,呃,一个安排吧 呃,别的也没有什么 还是这句话,就不管你报个报名课程啊 不管你跟随学,加快速度啊 当然还是那句话,呃,报名我们的课程啊 肯定会让你节约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啊 时间其实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宝贝的财富,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啊 当然还是那句话 餐厅人没有办法去教育 呃,只能去挑选啊 我们的课程其实也是挑选啊 最优秀的啊 就是整个整个行业里可以说的最优秀的学员 就这样的道理